在圣经中,云集各路人物,有君王,有先知,有士师,有领袖,也有堪阳的人,有妇女和平民。 他们有些内心软弱,口不对心,也有自信不足,自作聪明的人, 但不论他是何方神圣,只要与上帝同行都有特别经历,成为我们做后辈的提醒。 陈蒙恩长老撰写超过20本属灵书籍,拍摄讲道节目超过100集,对圣经人物如属家珍, 这一次他搜罗了圣经中历代君王的行事为人,作为我们的借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遵行神道并靠神得胜的岳沙华。 圣经对岳沙华的评论照样是,他是行神眼中看为善,看为正的一位王。 他35岁登基,然后做犹大王27年,在他执政的这个期间里面,他是尽心尽性地归向耶和华,遵行神的道。 岳沙华这个原文的意思呢,就是耶和华以审判,很有意思,这也实在说出他一生在神面前尽的一个责任的一部分。 因为当他做王的时候,他是拆派了很多祭司、利未人到以色列各处尽了这一个事实的责任,就是判断以色列人,审判以色列人,生活上有没有照着立法来行事。 所以正如他本身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,耶和华以审判。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思想,岳沙华王,他怎样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,为正的事。 他的善行表现在,他一做王之后,第一件事就除去博中所有的偶像, 以更要紧的,他是拆派了利未人、祭司到犹大全国各处,去教训百姓明白耶和华的立法。 我们知道,古诗以色列人当时并没有纸张的发明,所以立法书呢,是仅仅祭司可以看得到,其他一般的呢,看不到立法书。 除了一些很热心的立法书,他可以看到立法书,一般百姓看不到,所以都不大明白立法书上写什么。 在叶沙华王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拆派很多的文士,祭司到全国各省各城各乡镇去教导百姓。 所以叫百姓能够明白耶和华的立法,这实在是山宫。 然后,王亲自从别斯巴直到以发连的山地,别斯巴是犹大最南方,以发连的山地是犹大国的最北方,就是从南到北。 王亲自出去,教导百姓,引导全国的百姓归向耶和华。 这就是耶和华,通常作为王,许多时候追求自己的享受。 哪里可能亲自出马,到民间去接触百姓,去教导百姓,认识耶和华,归向耶和华,明白神的立法。 然后,约莎华王,他还在以色列全国,就是当时的犹大国各处,他就设立了很多的祭司立位人做审判官。 百姓当中若有什么,征送的事,若有什么彼此纠纷的事,就来到那些审判官面前。 审判官就照着摩西的立法,教导他们去判断他们的事情。 然后,教导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里,能够认识耶和华的立法是如何的。 所以,你会看见耶和华王,他在以色列国当中,他实在是把神的道传到家家户户。 然后,又让他们在生活中,去实际明白如何去遵行神的道,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。 然后,这样让百姓能够实际去遵守神的立法,如此来讨神的喜业。 而他又亲自出马,作为王,归为一国之君,亲自到百姓的当中,引到全国的百姓归向耶和华。 实在大大讨神的喜业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,应用在今天,我们在家中作为父亲的或作为母亲的,是否引导家中的儿女。 带领他们读圣经,从小的时候,带他读圣经,向他讲圣经故事,叫他明白圣经的话语,深入浅述。 然后,若是他做错事情的时候,不是一面紧紧是怒终折备,要紧的是开启他。 叫他明白,这样做,违背圣经神的话语。 比如说撒谎,圣经说不可撒谎。 这个就教导他,要诚实,以神的话教导他。 然后,当他看见做父亲的,有敬虔的榜样,他就会笑话了。 父亲不仅有言教,还有僧教。 就像耶撒华,他做王本身就是到全国当中,他本身是尽性尽性寻求以和华。 所以,若父母经常常祷告,带着儿女一起祷告,然后有时一起唱诗, 这样就有榜样影响自己全家。 还有,作为神的教会。 今天教会不仅仅是主日崇拜圣徒来聚会一下而已,来敬拜一下而已。 同时,教会还需要有造就圣徒。 也就是,主日学的时候有各种的班。 各种的班,别小组一同追求圣经,明白圣经。 以神的话为本。 以是,圣徒在神的话上是有装备的,是有学习的,是在自圣的真道上能够造就自己的。 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。 在一个教会里面,若是有很多教师的恩赐,这个教会复兴。 一个教会有很多先知恩赐,这个教会大大蒙福。 所以今天教会要产生更多有教师的恩赐,去教导人明白圣经,明白神的话。 叫神的恩礼,都以神的话为本来生活。 就像今天在一个国家里面,若是这个国家有各种的大学,中学,小学,各种的学业是非常的兴旺的时候, 那就培育许多的人才。 在神的教会中也是这样。 若是有各种的斑别,追求圣经,明白圣经,有教师的教导。 教会就会复兴,产生很多属灵的人才,给神使用。 好,现在我们要来思想。 我们看见耶撒法王,他怎样带领全民依靠神,胜过,全来攻打他的强敌。 我们看见耶撒法王,他敬畏神,爱神,他带领全国百姓归向耶和华, 又拆派了祭司立位人到全国各地教导百姓。 按理来说,一定是非常蒙福。 不错,真是蒙福,但是神也同时许可外邦的大军来攻打他。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试验。 当时耶撒法他所面对的,是希尔山的人,还有亚门人,摩亚人, 可以说是耶旦河东边的几个国家,联盟起来攻打他。 虽然耶撒法他本身有98万的大军,非常强盛。 但是他面对蒙军,敌人的蒙军,三个国家联合来攻打他的时候, 他就惧怕。 他一点不敢靠自己,他立刻呼召整个犹大国的百姓进食祷告。 在这点上你会看见,他是一个不靠自己,不靠反景,完全依靠神人。 在以色列的猎王里面,有的国王是遇到有战争的事,第一时间就拿一些钱, 到了某一个外邦的强国,去请求他来帮手。 但是你会看见耶撒法王一点不靠反景,也不靠自己。 他自己有98万的大军,他不靠自己。 他就呼吁全犹大国的百姓都禁食祷告。 禁食祷告说明什么?是很迫切的祷告。 在神面前是很情辞迫切,恒切的祷告,恳切的祷告。 他是静食祷告。 全民仰望神,非常好。 然后把全民百姓呼召到耶和华的圣殿门口。 众民站在圣殿门口, 耶撒法王大声祷告耶和华。 他的祷告很值得我们效果。 他祷告第一方面, 耶和华,唯有你是万邦万列国的神。 是万民的神。 只有你是神,你主宰全地。 第二,在他的祷告里面, 他说你曾把这一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。 这是应许之地。 你赶出这地的亲密,这地是你应许给我们的。 现在那些人要把我们从这地赶出去, 神啊,你去对付他们。 还有,他说神啊, 我照着你的应许, 来到圣殿祷告。 他还记得所罗门当时祷告的时候说, 若是你的子民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, 来到这一殿祷告, 你要听他们祷告。 他就抓住这个应许。 神啊,我们现在面对外邦大金来攻击我们, 我们就在圣殿来祷告你。 然后他说, 神啊,我们无力胜过这个外邦的大金, 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, 只有你能使我们得胜。 就说明了,承认自己无能, 单单仰望神。 因着耶和华的祷告, 还有众民, 连妇女, 连他们的婴儿, 全家, 家家都站在耶和华圣殿面前。 啊, 这个母亲抱着婴儿, 一家大小, 全家都呼吁耶和华, 全民都呼吁。 神听了耶和华的祷告, 就使耶和华大大得胜。 这一仗呢, 神叫耶和华不需要出兵打, 耶和华神替他打。 结果耶和华的精队摆正在那边, 前面他们拆派了什么? 他们拆派了唱歌的队伍在那边, 歌颂赞美耶和华。 当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, 神拆派精队下去, 耶和华拆他的死者下去, 就杀了很多摩亚人, 亚门人, 还有希尔人, 叫他们彼此相杀。 结果杀到最后, 他们彼此相杀到最后, 没有一个存活的。 所有外邦的敌军全军铺没。 你会看见是耶和华替他打仗, 结果他们大获全胜, 仅仅收取卤物, 就收了三天的时间了。 敌军所留下来的多少财物, 他们收取了三天的时间。 所以他们不需要打仗, 是耶和华派死者去打。 你会看见, 那一个祷告多么摸着神的心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, 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, 有时候我们也面对许多的困难, 许多的艰难, 患难, 病痛, 各种的难处。 不要惧怕, 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, 不要胆怯, 下滑月, 撒滑吧, 单单仰望神。 有时候不仅是自己一个人仰望, 带领全家同心祷告。 有时候, 告诉教会, 教会的弟兄姊妹, 教会祷告聚会, 小主的带祷, 为你祷告。 有没有看见, 很多圣徒为你的需要同心祷告, 仰望神的时候, 神就祝福你, 神就叫你得胜, 胜过难处, 胜过艰难, 胜过患难, 胜过病痛, 胜过逼迫, 从苦井中转回蒙府。 所以,亲爱的弟兄姊妹, 我们要笑话耶和华那种的祷告, 深信神, 抓住神的应许, 凭着神的应许, 信靠神的祷告, 就能够靠神凡事得胜。